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我把这个鸡剁成了鸡块儿 好了 水开了 直接把鸡放进去 据说等这个鸡熟了就可以直接吃了 天哪 您能想象这种做法吗 方法可太简单粗暴了 这能好吃吗 这个鸡煮出来 据说放点盐就能吃 那我真的有点奇怪了 这究竟是什么鸡呢 为什么它可以用清水来煮呢 我们派出探寻小分队前往吃鸡大省广东 一探究竟吧 在一家粤菜餐厅 探寻小分队发现了一种没见过的吃鸡方式 只见三瓶矿泉水下锅烧开 再放入姜片和切好的鸡块儿 让人疑惑的是 一般来说我们买回来的鸡直接水煮容易有杂质 甚至煮出血沫 但是这种生鸡下水之后 汤竟然一直都是清的 而且煮开之后只需要撒上盐 就可以直接咬起来吃了 况且这鸡肉只是用水煮煮 也未必能煮烂 这吃起来能好吃吗 要不是亲眼所见我真的不相信 就在我面前这样一只鸡 没有经过任何的处理 直接斩好块儿 就这么放进清水锅里煮了 出来居然是这样的效果 来看一下给个特效 这是对食材自信到什么程度 才能这么做 不能相信它只放了姜片和盐 就这样煮出来就这么香 这到底是什么鸡呢 走 溯源去 这种鸡到底是什么鸡呢 为什么能够单纯地用清水煮 就糖清肉烂 味道鲜美呢 你好 能不能问一下咱们这是什么鸡 三黄鸡 也叫外山鸡 三黄鸡 没想到清水煮鸡用的竟然是三黄鸡 咱们都知道在生鲜市场上 三黄鸡是卖得比较便宜的 在很多知名的土鸡品种中 也并不算突出 但是这道清水煮鸡 为什么敢这么做呢 用的真的是三黄鸡吗 厨师说 这种三黄鸡来自广东省新仪市 我们从北京出发 飞行两千多公里 来到广东省茂名市 广东人爱吃鸡 似乎是深入骨髓 无鸡不诚艳 足见广东人对鸡的特殊热爱 我们广东人很爱吃鸡 你看我们广东的地图 都好像一个鸡腿的形状 吃鸡一定要新鲜的 新鲜不好吃的 无鸡不成愿的嘛 我觉得有鸡味的鸡才好吃 就它不会那么粉 然后吃起来口感会 比较细腻一点吧 在广东 关于鸡的吃法实在众多 想吃腻都难 有一道当地名菜 用的就是三黄鸡 白切鸡色色金黄 皮脆肉滑 深得人们喜爱 做白切鸡很讲究的 首先要这个鸡的原材料也好 普通的鸡呢 这个鸡毛孔就很粗的 这个三黄鸡呢 这个毛孔就很小的 听您说这淮香鸡不就是三黄鸡吗 是 我就找来了这市场上普通的三黄鸡 这个我在超市买的 这一只才48 我这个也要100多 你看看 这问题就来了呀 这都是三黄鸡 平时米这也就贵 亂做白切吗 是 是可以都白切 但是你做出来这个效果 那就同意 我这个外双鸡就不同 你看看这个鸡的形象就不同 这个鸡好像这个金元宝一样的 第一个 这个鸡的毛孔很小的 你看你这个毛孔 这个鸡的毛孔就很粗糙的 我这个很小的 很小的 看起来就很舒服那种 水外做起来白切鸡呢 你这个肯定没告诉我这个好吃 还有呢 这个骨头鸡子 我们这个骨头骨架是很小的 你这个骨架是很大的 你这个骨头大的话就没什么用啊 还有那个皮啊 你看你这个皮 通过这个皮呢 就颜色就不好看了 最起码你 我们广东菜的四香味 你已经都没有达到这个 那种颜色了 看起来就没有食用了 它就因为毛孔跟骨头的关系 就卖的比我这只贵的那么多啊 也不是 这个最主要是 我们这个鸡的盆种 第一个 比你这个盆种好多 第二个呢 我这个鸡有鸡味 你这个鸡就没有什么鸡味 我这鸡不是鸡味 还能是鸡味 是 没有这么重啊 我不信 对不对 其实一看就要区别的 来 这种白切鸡和我们一开始发现的那种清水煮鸡 用的都是同一种鸡 但是我们发现 这种三黄鸡在市场上的售价 接近普通三黄鸡的两倍 同样都是三黄鸡 为什么这淮香鸡的身价高呢 清水煮鸡背后的秘密究竟是什么呢 根据餐厅负责人给的联系方式 我们决定去淮香鸡的产地 新仪式 一探究竟 都是三黄鸡 竟然也有几副面孔 鸡味浓的鸡 到底是怎样练成的 我们从新仪式区出发 开车一个小时 来到养殖场 陈大哥养的 就是餐厅用的那种三黄鸡 他告诉我们 就算在养殖场里 也不是所有的鸡 都能拿来做清水煮鸡的 这些鸡看起来都长得差不多 到底哪种鸡 可以做清水煮鸡呢 我们先抓几只来看看 说起抓鸡 我们怎么着也算是老手了 抓鸡不能图快 得靠智取 据说 洋庄走路再搞突袭 能抓住的几率比较大 知道吗 快走 快走 这个 bio 我们还要看 咱们 大小 吃 喜欢 p 怎么 开 一些 两个 也可以 从 宇宙 啊 啊 山地的鸡不是像龙羊的那么好抓的 它每天能跑上飞的 为了好大的劲儿 才只抓到了一只 这个鸡也太难抓了吧 这有什么技巧吗 你看你杀我杀紧你 大哥出手了 他好忧心 为什么 眼前的这一幕实在让人费一所思 我们那么快的速度都抓不到 结果人家气定神闲 动作慢慢悠悠 面前的鸡都不跑 难道它是给鸡施了什么魔法了 快点不信你它 妈妈把它的鸡鸡倒下的鸡 为什么 这下可就更神奇了 只见两只鸡在陈大哥的手里 简直跟小宠物一样 非但不跑不挣扎 反而是很顺从地接受人类的抚摸 这也太蹊跷了吧 为什么 为什么 扎紧的要慢一点 动作要好一点 你跑得太快 它也跑得快了 你刚才是给它施展了什么催眠术吗 要慢一点 慢慢过去再生 你跟它也不跑 为什么呀 不跑了 是因为这里很舒服吗 这样就是舒舒服服 就像给猫挠痒痒一样 是 是这个位置 是 我们节目拍了好多次抓鸡了 每次都抓着鸡飞狗跳的 今天我才知道可以这么 平 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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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看 我也会的 是你鸡大法 太好玩了 抓到手的鸡 一般都会应急反应强烈 百般挣扎 很少见到鸡在人类手里服服帖帖 陈大哥的独门抓鸡大招 简直刷新了我们对鱼抓鸡 必须要跑起来的印象 不过要想这样慢慢悠悠抓到鸡 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技巧呢 为什么给鸡挠挠痒痒 它就不跑了呢 我今天才知道 鸡背上是有一个舒适区 只要把这里控制住了 它就没事了 是啊 它还会翅膀这样 扯起来等着你摸 你看 是不是很舒服 只要你抓鸡时候用这个手势摸到它的背后 后背这里 它就会停下脚步 对 一起抵抗 对 鸡虽然是抓到了 但是这种三黄鸡和普通的三黄鸡 外观特征都差不多 三黄分别是脚黄 羽毛黄 还有嘴黄 既然从外观上看 都有三黄的特征 也看不出什么区别 为什么这种三黄鸡要叫淮香鸡呢 这淮香鸡又凭啥 可以只用清水煮一煮 就能鲜香味美呢 这下总行了吧 这个鸡可以做清水煮鸡了吗 这个还不适 往上你过来带你去看 有什么秘密 是白天还不能透露的呢 晚上就能知道 这个鸡为啥能用清水煮还不腥了 陈大哥非要我们晚上来的养鸡场 到底卖的是什么关子呢 旁边就是鸡群了 我们看看到底有什么玄机 想进来看看下午来那地儿 您好 您这是在干嘛 在抓鸡啊 这就是我们鸡卖的贵的原因 抓鸡 什么呀 你抓个鸡它就卖的贵了 我们抓鸡给鸡帮家 现在 这样不是拿去卖啊 不是 不是拿去卖 我们发现 工作人员竟然把鸡都运走了 根据我们的经验 一般来说 晚上养殖场会把鸡送去屠宰收卖的 但是没想到 这些鸡竟然又被塞进了养殖场的笼子里 你看我们就是把鸡放到这里来了 今天这些鸡全都是今天搬过来的 对对对 都是120天的 都是养到地120天的 我们上轮的话就优化40天 很多人讲究是散养的鸡 可这里为什么把散养的鸡又放进笼子里呢 所谓的优化到底是啥意思呢 为什么要给它搬家呢 主要是放在这里是一个净化的作用 鸡还要净化 装进笼子里的鸡到底是怎么净化的呢 它生生这个有些原来 那是在放羊的时候 体内产生的一些东西就排除掉净化掉 令到这个鲜味更加浓郁一些那个口感 更加鲜美一些 原来淮香鸡自由着实山间的蚂蚱 虫子体内会有一些腥味 除了这些野餐之外 饲养员还要给鸡 喂一些五股杂粮的饲料作为补充 而进入到农养阶段 就会把稻谷 米糠 玉米碾成粉味鸡 不再吃荤的鸡 腥味也就慢慢被淡化了 不过为什么净化的周期 不多不少得是四十天呢 早点不行吗 四十天才一个存完 刚好我们做过很多试验都 必须要那么强时间才能够去掉那个腥味 就没有那个腥味 搬家的事情是搞明白了 但是我们还是不明白 到底啥样的三黄鸡 才能制作清水主鸡呢 而且三黄鸡在市场上售价不高 为什么怀香鸡却身价更高呢 这个就是拿来清水煮鸡最好吃的 这我咋觉得跟我山上抓的这只 看起来没什么区别呀 为什么这个不能做 这个就能做 因为这个一百二十天 我这个一百六十天 天数不一样 天数不一样 煮出来的不一样 原来只有养殖到一百六十天出栏 才能让散养期间的三黄鸡 身上的鸡腥味被淡化掉 不过这种三黄鸡 为啥要叫怀香鸡呢 信仪位于广东省西南部 当地农户世世代代 利用山地放养鸡 怀香鸡因为原产于一个 叫怀香镇的地方 所以久而久之得名怀香鸡 又怀念家乡的意思 这里有一个怀香 就是心怀家乡 这是一个独特的 三黄鸡的一个独特的品种 所以这里叫心怀家乡 叫怀香 它这个鸡种呢 它会相对来说比较小一点 所以它不会说像别的特别大 然后它的那个口感呢 吃起来就会更好一点 怀香鸡呢 就是吃了很晚的 以前我们的榨香 那个味道 品种好 味道鲜 养殖周期长 饲养成本高 所以怀香鸡的价格 要比普通的三黄鸡 卖得贵 不过这难免让人 有另一个好奇 咱们市面上吃到的 便宜的三黄鸡 难道是素成鸡吗 北方的三黄鸡 它应该是 就算咱们这杂交改良以后 也就是说是中收型的 或者快收型的三黄鸡 就长得比较快 比如说是六七十天 就长到个四斤左右 甚至是长到上五斤了 还有一些是七八十天 长四斤左右的 就是说是中收型 或者快收型的 那也算三黄鸡 既然都是三黄鸡 为啥信仪怀香鸡 长得不快呢 地方品种啊 就是说长得比较慢 一般生长期要超过一百二十天 甚至是一百八十天左右 才上市的 所以它一般就要比咱们 北方所说的那些 快大型三黄鸡 要更好吃 怀香鸡之所以鲜香味美 而且卖得贵 不仅和品种本身有关 也和饲养方式有关 虽然我们找到了鸡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 只要养到一百六十天 就可以用清水煮 要想让清水煮鸡 汤清肉烂 味道鲜美 还有一个关键的环节 我们要到了 加工厂的联系方式 继续溯源 集体泡澡的三黄鸡 有啥玄机 可以用清水煮的鸡 究竟要经历怎样的考验 我们从信仪式出发 开车四十分钟 抵达怀香鸡的加工厂 进来后 我们发现加工厂的 冷链车上写着 还原活鸡鲜味 活鸡的鲜味 怎么复原呢 这会不会是个噱头呢 进入加工厂 首先映入眼帘的 活像是一个分赛道的 大型游泳池 只见 静堂后的怀香鸡 整齐划衣被送进这个神秘的池子里 这些三黄鸡 看起来分明已经很干净了 为什么还要在这个小池子里清洗呢 小池子的秘密还没有搞明白 我们又被带到了一个神秘的房间 只看见洗完澡的鸡 齐刷刷地挂在里面 地面上湿漉漉的 除了这些 我们转了一圈 也没有发现啥异样 难道鸡放在这里面 只是单纯为了控一下水吗 正在我们好奇的时候 突然发现工厂的负责人 拿出了一个鸡毛胆子 这是要干嘛呢 试一下 看看我们这里有多大的风 鸡毛在动 我到时候都走走 看哪风最大 这儿都差不多 这儿也差不多 我们栽带的出风盘子在上面 这是风的来源是吧 风好大 你看这鸡毛飞的 这样呢 就会达到我们鸡的表面水渣了 而且它的温度也降到了 刚好我们需要包装的 三到四度左右的温度 原来这个小屋子是风冷间 能够通过风吹的作用 把鸡身上的水控干 不仅能控水 还能假温 整个房间就像是一个 冷风模式的吹风机 而那个小池子 也并不是给鸡洗澡 而是保鲜的第一步水冷 鸡在投材过程中 它自身的温度还有三十七八度的 通过消毒以后呢 我们下到这水池 这个冷水池里面 对它进行降温 我们利用这个冷凌管 下面的冷凌管 因为它的血液种在这里 也寻发流动的时候 来保持这个水温 是一致的 这个水冷呢 就是为了我们的鸡的品质 保存更好的口感 防御我们新鲜投宅鸡 一样的这样的技术 鸡在这里面泡 大概二十分钟左右来 它出去 基本上是统一的 大概降到七到八度之间 光靠这两个环节 想做出有鲜味的清水主机 还远远不够 接下来的大招 才是真正能够锁住 鲜味的关键秘密 刚才咱风干完了这个机 怎么我看工作人员 又给推进这个大柜子了 这是干嘛呢 这个是我们第三大保鲜的技术了 这个就是燕蛋受凳 大概是在二十五分钟左右 可以瞬间把这个机的 细胞啊水分啊云氧锁定 锁住 到我们减冻放行的时候呢 它这个机啊 跟我们新鲜的机一样的口感 原来经过水冷 风冷 液氮速冻三个保鲜环节之后 淮香鸡不仅能够洗去血水 而且能够最大程度 锁住鲜鸡的口感 正因为流住了鲜味 所以不管是用清水煮 还是做白切鸡 都不会有腥味 我们从北京出发 行程两千多公里 来到广东省新仪式 探寻清水煮鸡背后的秘密 在山地散养一百二十天后搬家 开始为期四十天的龙养优化 一百六十天的精心饲养 让鸡肉腥味淡化 水冷 风冷和液氮素冻 三套保鲜措施 瞬间封存住鸡肉的鲜美 让冷冻鸡远距离运输后 依然有鲜味 这就是清水煮鸡没有腥味 味道鲜美的秘密 也是淮香鸡身价高的秘密 有人说一道菜可以带动一个产业 餐桌上的一点点变化 都可能为农产品打开新市场 新甜点 无论是传统粤菜白切鸡 还是新创的清水煮鸡 当地人利用特色农产品 不断钻研创新 为餐桌盛上更多美食 也助力了淮香鸡产业的发展 在遵循传统养殖方式的基础上 严格把控养殖周期 标准化生产 让传统产业顺应产业兴旺 绿色发展的要求 成为乡村的美丽农场 农民的致富基地 好的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水之盘中餐 追根溯源探产地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